experiences 憲法 真的是!我只是想要好好地入門 為什麼要這樣呢? 人生為什麼要讓我們如此艱難? 很多事情為什麼要讓我們如此艱巨? 怎麼了 沒有 完全不知道你 mismo發生什麼事 就是因為我想說 我想要瘋鬼 你想要什麼? 噢,分軌 對,然後我想要分軌,就是錄製說 啊,遊戲聲音是一個,然後 Discord你這邊的收音是一個 人講話的聲音,之後隨時要B掉就很方便是吧 對 或是我想要再另外把它剪成 就是我們的Podcast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知道就不會有背景音啊 遊戲音的那個干擾 噢,也是 對對對 因為像之前,其實我們有幾集 大家在聊的還蠻適合剪成 就是短片Podcast之類 我們講的內容就這樣,是一小單元一小單元 但問題是,背景音樂 噢,我懂 這個就比較麻煩,但沒關係 OK好,我們今天 它是蓋不掉嗎? 因為我沒辦法把你們的聲音跟遊戲聲音 剝離,因為我在錄的時候 系統預設音就是 我這邊,等於是耳機放出來的聲音 它就會合成一軌 所以遊戲聲音加你們的聲音 都是系統預設音 噢,會一起放大 但是,有遊戲音 不好嗎? 還是說你那時候的遊戲 剛好是哈利波特那一種? 應該是說遊戲音量跟你們的音量 是差不多的 噢,不好聽就對了 了解 就是,不好去把你們的聲音播出來 對聽的人來說應該也是會有點吃力 沒有錯 沒有錯 好啦,我們就開始了 然後,以後說 11點 他要11點 沒有錯 沒有錯 好,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 Doraemon同工牧場烏魚 我是Fentery 然後今天還有我們的愛喔 對,我們又回來了 對,我們又回來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喔 我們又回來了 我發現我的 Doraemon同工牧場烏魚 它已經50個小時 默默的50個小時了 就算沒有一直打開來 還是50個小時了 對阿,我們我看法來說其實蠻厲害的 真的是蠻厲害的 對 喔,今天在開始之前 我剛剛才在跟愛喔在討論 就是關於 我的龐大的 遊戲庫 跟我 非常非常非常幾乎為0的 遊戲破關率 破台率 應該說 算,如果分母是所有遊戲的話 這個破台率真的是幾乎為0 對 分母是遊戲的持有數 可是坦白來說 如果你真的要我重新整理說 那不然我們把 YouTube頻道就是 我們有破 我有破台的遊戲 全部 全部整理的話 其實坦白說應該也蠻難的 因為它是 它的點是在於 它龐大是它的 全體的樣本數 然後你就看看我以前所有的遊戲檔 有阿,像我黑帝斯其實某部分來說 它算破台啦 黑帝斯其實是算破台了啦 對 對 但就只是 欸,該怎麼說呢 它就 就 就 就這樣了 不,我還是有那個非常宏大的願望 你是說全成就嗎 對 說全成就我還要把它錄起來 錄完剪輯 對 你說黑帝斯嗎 對 當黑帝斯 當黑帝斯 對 我要等級不用到最高 但是它要能跑得動我現在體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這樣配配配 然後配下來呢 因為第一,螢幕線有鍵盤線有滑鼠線有這種東西不用動 然後硬碟的話 我的本來主機的兩顆可以拔下來 所以那個也不用再另外配 哦,原來如此 你要直接用原本的 也是啦 硬碟這東西 沒有容量氣球可以不用換 除了C槽以外 C槽沒辦法 嗯,對 C槽就是你還是要塞給它 但是 如果你看 如果 你完全是全新的情況下 你可能需要買 但我不是啊 我現在是想要把我的 桌機 算是升級的概念 對 算是升級的概念 那 我們就這樣配完 然後因為螢幕也不用嘛 然後 很多東西你其實也不需要 突然發現 欸,我好像這樣東西弄一弄 三萬五耶 兩張鐘還要省啊 對 但前提是因為 你其他東西你都有啦 不然正常來說 也不太可能 真的 配三萬五而已 你看看螢幕一台多少 那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只有兩台螢幕 而且它現在好了 現在都是好的 之前真的是有點可怕 嗯 除非你要再追求更好的 那個 FPS 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 其他的畫質 不然 螢幕 溝通就好了 好,報告 各位啊 如果您還覺得說 哇,為什麼一種就開花 一種就解苦 這當然是因為金手指啊 不用想了 嗯 原來已經開始用了是吧 沒錯,畢竟 我一直很想要玩Dora AMO2 自從它開始出精靈王國以後 我就想玩它 但問題是我連第一季都沒有結束啊 你連E都還沒有玩完 然後如果真的照 欸,講到這個 就要順便提及我們剛剛在談論的事 就是如果真的講到我的破關率的話 我覺得 可能再兩年也來不及 對吧 好像是喔 對吧 合理 非常合理 現在完全是因為我真的太慢了 沒錯 我同意 對阿 而且剛剛我才跟阿友在討論 就是因為我像我現在的遊戲庫有622款 然後阿友就說 那你有破關的有幾款 我說 嗯 問到心盤裡了嗎 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其實也不是說沒有 應該說是有的 但是一時之間 也講不出來 可能就是要 那種狀況是你要去翻遊戲庫 開始一個一個看 喔這個我玩完了 喔這個我玩到哪裡了 但最近阿 阿友最近阿應該是我的霍格華茲的傳承 我玩了大概四十幾個小時 對他已經 他已經快破完了 好啦 對啊 哈利波特特快捏 我真的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因為 沒有沒有沒有我就是 某部分來說 搞不好我現在再回去玩 重新玩以前的遊戲 可能也會很快 呃 你是說 奇摩奇的問題嗎 不不不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因為 我們現在玩遊戲玩習慣 呃 玩遊戲玩 對因為玩遊戲玩習慣你很多東西 你其實很快就抓到 我發現 因為我那時候在玩哈利波特的時候 其實我不太會有 就是 可能前幾次看地圖會卡 可是後面就還好 然後馬上也抓到那個 說話我應該要怎麼打 就是怎麼打過來 怎麼對戰會比較順 大概懂你的意思 就是 遊戲已經是 算熟熟 應該說 太常玩樂 會慢慢的大概知道 啊 怎麼樣開始 或者是點技能速 或者是現在要幹嘛 玩起來後續會比較輕鬆一些 就是自己的 會很快抓到一套自己的玩法 比較順的玩法 對自己來說 比較OK的玩法 不然以前就是一個很茫然啊 人家跟你講說 你要弄那個 喔 可是你又覺得哪裡怪怪的 這是卡 對我懂 可是現在就是說 喔人家跟你講 你會想 喔 你會試玩然後又告訴他說 嗯我不行 為什麼我不行 然後我可能要怎麼弄 會比較行 哈哈哈哈 大概懂你的意思 我不會來說這就是 繳學費以後積累的感覺啦 沒錯 經驗談 經驗談 對啊完全 他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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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蛋就放在那裡那麼久 我的天啊 好 那R有現在 你之前現在還有玩什麼遊戲 紅手天上吧 世界計畫大概是最勤勞的 因為每天要耗體你 耗體啊 然後 然後 然後因為我有買月卡 就是 世界計畫跟那個 紅燒天堂 世界計畫跟紅燒天堂 是我 就是 就算沒有空我也會 上去把體力好掉 就是 而且我會願意買月卡的 就是 好遊戲願意支持的概念 好遊戲然後好代理商 對 我其實覺得啦 現在 以前我們買月卡都 都是 有開始自己賺錢是不一樣的 以前買月卡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覺得 好想要變強 好想要玩起來輕鬆一點 現在買月卡就是 嗯好遊戲 嗯好代商 嗯值得值得 就是其實你可能 還會還是會有一點忙到後面太累 比如說今天下班 一整天忙 煩超累 回家弄一弄就睡 像我上個月不小心月卡沒有打完 燒了一千五的水晶 心好痛 但是就算了 對對對對對 你知道嗎 就像我 對啊 那時候啊 不是沒有結完我的錢 算了 現在反而還好 嗯 對就是 控一下啊 算了算了算了 啊慶菜啦 也沒關係啦 買月卡的心態不一樣 以前就是覺得 喔我覺得買了會變很強 喔我覺得買了 很輕鬆很 而且買了我就是 這樣我都花了這個錢了 我就是一定要把東西拿到 對然後 然後或者是我買了之後 我可以有金光閃閃的外光 看起來很帥 很好 買 現在 現在沒有現在就是 啊沒有結完 算了算了 就是忘了一天忘了兩天 啊沒關係啊 明天記得 啊明天忘記 啊沒關係啊 後天我會記得 這個啊連續登錄斷掉了 啊算了啦 對啊 因為 像遊戲 就是 這是一種遊戲場上的策略 就是要讓你每天都有那個 活躍都要一間登入遊戲啊 讓遊戲有那個活躍度 就讓你的那個心一直在那個上面 他們出活動的時候 你才會關注到 你才會很想要 對對對 但現在 畢竟大家也是來賺錢的吧 沒錯啦 但我覺得某部分來說 因為社會人士真的有夠累 喔真的 我還記得 我記得我之前 喔你說 就我之前玩的其中一款遊戲 就是我那個時機也是蠻瘋 然後會追一個實況 然後就是他也是會有代打的 就是你給錢給他 然後 然後他就會幫你代打一些比較難度比較高的 關卡 任務或是關卡 對對對 啊然後 常常就會有一些小朋友說 欸我才幾歲 你可不可以幫我就好 我真的過不去之類的 然後那個實況主就會直接跟你說 沒錢就自己想辦法練起來啊 啊為什麼那個 不然就不要玩遊戲 真的是這樣子 啊為什麼給我錢就可以 因為人家把時間拿來賺錢了 你沒有 你有時間你又不練 你又沒有錢 這樣子 對對對 他的觀點就是 社會人士之嘴花這個錢 是因為他們把時間拿去賺錢的 所以他們沒有空練習 啊你一個小朋友 你有空練習 但是你沒有錢 那你就用練的 不要在那邊 就是跟他討說 喔可不可以幫忙一下 這樣子 沒有免費的數啦 對沒有 沒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觀點真的是蠻不錯的 就是 你沒有錢真的就是 自己想辦法 我只能說這聽起來是雜星 但是以我們現在 都已經 任生的出社會之後 會覺得 事情真的就是獨自啊 我 既然我自己沒有時間 那我就用錢買你的時間 去拿到我想要的快樂 沒錯 因為我的時間都拿來賺錢了 對 沒錯啊 因為我們的時間 真的都拿來賺錢了 對啊 真的是不誇張 欸 沒有錯 嗯嗯嗯嗯 我剛剛突然想到 喔講到這個有一個 很好笑的 這個 這個賭 這個對賭公約 我之後搞不好會撿 撿出來 放在YouTube上 對賭公約 讀什麼 讀什麼 我想知道 簡單來說是上禮拜 欸 反正就是228那一天嗎 我想一下我們什麼時候 做Podcast 好像是禮拜天 好像禮拜天才剛結束 禮拜天結束的那一場Podcast 是邊開台然後邊錄製的 然後有開放就是說 你可以在Discord裡面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 比較偏向聽電台模式 然後他就是在Discord裡面 會直接聽我們在講 然後另外一篇就是直接在 初期的台上跟大家互動 我就那時候我們其實 這個就是剛好那一天 覺得時間其實差不多了 該收位的這樣子 我就說好那就感謝大家 今天的收聽啊 那之後想要聽到我們的 就是Podcast 可以期待後續期間公佈 那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上 因為要看我什麼時候見完 然後另外一位油條先生就說 我覺得應該四年吧 我說什麼四年 講這樣 他說 不然我們來讀嗎 我說好啊你要怎麼讀 哈哈哈哈 哇 他說我那我就讀你 年底 年底可以上 就好 我說 那不是四年 對 他就說好啦我對你有一點 給你一點信心啦 他就說給我一點信心 哇操 他就說那我們就年底 年底可以上 去台南 就是去台南玩的話 他贊助三千塊 嗯哼 喔首先我先說 台南就是他的本 本營啊 大本營 所以他才會說去台南玩 就是 補助我旅遊資金三千塊 這樣 喔 然後我就有一種 幹 我說才三千 他說那不然我們算一季 如果你十二月底前完成 啊就是基本底三千 如果你九月完成 啊就是再加一千 加幾 對再加幾一千 啊你六月完成 就是 再加一千 啊你 再一千這樣子 一季多一千 對一季多一千 然後你三月完成的話 再加一千 蛤 所以這樣總共 三月 三月剩那麼久不加幾多一點嗎 沒有啊沒有啊 他就是一季一千 笑死 人家也是有算的餒 對啊 啊既然他都算了 我當然跟著算一下 啊三月就只剩下一點點時間 不加幾多一點嗎 笑死 可是我覺得人家也是有拿捏住 我就是不會 你誠意了啊 不會亂那個 因為不然其實 以這個對讀協議來說 我真的你認真評議一下就好了 對啊 其實一直都是啊 沒有錯 但但其實這個對讀協議來說 它是有一個漏洞的 就是 基本上我只要現在隨便解一解 然後只要上船排成 我就 我就解 我就結束了 但我覺得大家就是拿捏住 我才不會讓我自己的東西那麼爛 但是確實是這樣沒有錯啊 你不會讓自己的東西這麼爛 沒有錯 可是啊至少還是要有頭有尾吧 就是 你可以快但質量不能少 確實是 對啊 總不能做出自己都沒辦法見的東西吧 母湯母湯 沒有錯 沒有錯 然後可是 所以 我比較想知道的事情是 那你決定你要拼嗎 我要拼這個月完成 但問題是 但問題是 東西可能有點多 我發現好像超過十個小時 好硬啊 超硬 因為等於我要先聽完 然後有些東西可能要刪掉 有些東西可能要解固 哈 喔 喔 重點還沒有講完喔 你知道他們還有場外的觀眾夾住 對 就是 姐姐如果完成了 再加五千 所以就是 三千 然後 我們看 一千 六月一千 三 九月一千 六月一千 三月再一千 然後場外加住五千 五千 萬一耶 然後再加兩千 五千 五千 為什麼我還有兩千 九月一千 五千三月再一千 五千 阿場外的這麼多人加住是嗎 是的 好 喔 但前天是我要完成啊 但是 一萬三欸 不香嗎 一萬三已經是 一半的薪水了耶 很 很像很像 會要一半的薪水了耶 很像很像很像 非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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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這 真的是很 很 很 糾結啦 糾結啦 喔 唉呀 哈哈哈 很糾結 靠庸 唉呀 好啦我會努力 我..我還有多少時間 這個月才剛開始 問號 好啦過一個禮拜了好不好 七天了 畢竟喔也是很忙啦 還可以吧 很難講餒 這個東西很難講欸 真的很難講欸 這個東西真的是蠻難講的 我要剪完啦 我要剪完聽完 唉唷 我覺得現在也其實 這個件事情難的是什麼 我要..我剪東西其實你們都知道我剪東西超快 就是當我知道我..我怎麼剪 或是我已經定下來說 喔我這個系列我的模板 已經有想好的時候 對我的模板怎麼樣的時候 其實我剪超快 但難的點在於什麼 我沒有時間 這倒是 我沒有一個就是完整的時間 因為我時間很容易被打斷 就連公司剪輯的時候 真的是有點沒辦法欸 就是.. 因為你..你除了你自己的東西 還有很多.. 其他的東西要剪 喔..對啊你說公司的嗎 其實公司的東西 只要不要有人吵我 哈哈哈哈哈哈 這.. 呃..這就更難囉 這就更難囉 只要有人.. 只要沒有人吵你 這個可能又更難一點 只要沒有人吵我 20分鐘就解決了 呃..對..只要沒有人吵你 嗯.. 這其實..難的點是什麼 大概是最困難的部分囉 對啊這其實難的點 就是一直沒有一個完整的時間段 然後再來是等我回到家 我覺得我應該已經累死了 我覺得這是射觸的感覺 這真的是射觸的感覺 這太痛苦了 心有餘.. 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覺 力不足 真的.. 真的是這樣 然後不是之前 還有小朋友們就說 喔..為什麼就是感覺 呃..什麼.. 換工作以後 就開台變少啦什麼的 我就說等你出社會以後 自己就知道了 等你出社會開始工作之後 你就知道 但是.. 真的是很無奈的一件事情 都說小朋友時間是最多的 但是.. 但是..那個時期的大家都只會覺得不會啊 我們上大學 我念研究所的時候 有一堆報告 等到教授天到晚追著我 然後.. 一下子要我教paper 一下子要我念什麼 但是.. 真的是.. 開始出社會的時候 就會發現 沒有.. 你的時間真的都綁在工作上了 反而現在你會覺得 大家的時間會用得超級慢 成為社會人士的我們 用時間是用到滿到 就是擠到一個不熟 沒錯.. 沒有錯.. 啊.. 就.. 啊.. 怎麼講呢 欸.. 但是.. 我不知道是因為研究所實際 實在是他厭世還是 畢竟那個.. 將近.. 就是畢業的時候 老師還一直突然間 要我們論文加東西 有一次我跟.. 米子英在吃飯的時候 米子英就突然間冒了一句話 他說.. 你不覺得.. 吃飯很浪費時間嗎 啊我其實.. 然後就這樣燉了一下 看.. 吃飯真的很浪費時間 超浪費時間欸 但是你又不能不吃欸 你不吃都會死掉欸 但是.. 你再怎麼快也要花個半小時欸 如果你還要買飯 真的是一個小時不開玩笑欸 吃飯好浪費時間 這一個小時我不知道可以幹什麼 可以做好多食肉 我跟你講真的是 忙到一個炸裂的時候 你真的會有這種感覺 對.. 就是.. 吃飯很幸福 吃到好吃的東西很幸福 但是你就不禁會覺得.. 如果我今天不用吃飯 我是不是可以做更多事情 呵呵呵 哀傷 我現在只需要.. 就是不要有人吵我 這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真的.. 真的.. 真的很難 是哪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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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系統 全是哪個系統 太其實都不ồng如的